叶文不好好教永春居然跑到学校里当起了老师 谁知他刚黑开门 这是全校最难带的班级 已经弃走了16人班主任了 虽然一招就化解了恶作剧 可学生们依旧对他不理不睬 睡觉的睡觉弹吉他的弹吉他 打边炉的打边炉 但他们这次是真的惹错人了 因为这个男人会打永春 只见班主任拿起一根皮筋 随后掰断一只粉笔 下一秒就请全班男女同学 洗了个男女混浴 班主任名叫陈霞 曾是一名美国特种兵 因为建设了太多战争的残酷 所以选择退役做一名中学老师 第二天同学们果然老老实实的夹紧尾巴 可依然对学习排斥的厉害 陈霞听说这帮靓仔喜欢抽烟 于是当场让爱睡觉的阿聪做起了示范 他的教学方法十分特别 只要回答对三个问题 就可以当场放学 管你之后是去网吧还是去约会 他都不会干扰 陈霞接过同学手中的香烟 问起了香烟的主要成分 弹吉他的那位靓仔马上举手回答 尼古丁 胶油和一氧化碳 吉他靓仔当场过关 在全班同学的注视下 潇洒的离开了教室 同学们的积极性立刻被调动了起来 大家争相恐后的回答问题 可这次却没有人离开教室 这群靓仔第一次认认真真的 听完了一整节课 这个戴眼镜的教育局领导 却十分不待见这种乱糟糟的教育方式 甚至还扬言 如果明年学校升学率再无法改善 就要削减学校预算 甚至关门大吉 但陈霞根本不会理会这个教育级领导 他的这种教育方式 不仅极大的提高学生们的积极性 还将枯燥无谓的知识点 变得通俗有趣 虽然课堂表面上吵吵闹闹 但学生们的进步 陈霞看在眼里 不仅如此 他主动自掏腰包 帮助家庭困难的学生 家庭关系不合目的 他就举办卡丁车比赛 消除父母与子女之间的隔阂 虽然同学们进步明显 可这个全校垫底的班级 依旧饱受歧视 一天中午 几名尖子班的学生恶作剧 绊倒了玩游戏的同学 在阿聪的带领下 几人立刻和尖子班打了起来 可事后学校的处理也令人气愤 只有陈霞班里带头的五个同学被开除了 尖子班的同学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陈霞为了保住自己的学生 带来五份悔过书让同学们签字 却遭到了阿聪的剧烈反对 发现完心中的怒火 阿聪毅然背上书包离开了学校 出学后的阿聪来到餐厅打工 结果却意外结识了黑帮老大 心思单纯的他以为自己要发达了 没想到老大只是想让他给自己打假拳背锅 阿聪不同意 老大就命手下强迫阿聪同意 陈霞得之后竟直接找上门 要帮学生踏平黑帮 要知道面前这群人都是UFC的职业选手 当他们得知这个瘦弱的中学老师 是来替学生出气时 当即就一脸不屑 此时衣柜中阿聪的求救生传出 伴随着一滩黄色液体流出 陈霞抢过对方手里的牙刷 一拳将其干倒 之后又将牙刷折断当作匕首 三下五出二就将小喽啰们解决 职业选手健壮立刻出手 凭借身高体重的优势 将陈霞甩得人牙马翻 他抄起地上的臂力气 一棒子将对方打晕 紧接着一个爆摔解决另一个对手 之后又请拳手小哥品尝了新鲜的淡黄色液体 陈霞开启夜问模式 吓得这群职业拳手都不敢上前 拳王见势不妙 立刻亲自出手 中拳出击下 没几招 陈霞再次被打翻在地 眼见硬钢不是对手 陈霞抓起一把精油 给拳皇做了个面不死吧 趁着他视线模糊 陈霞的拳头如雨点般砸了过去 可奈何对方是UFC冠军 抗击打能力也不是盖的 拳王再次利用自己的力量优势 一个爆摇摔就将陈霞摔得站不起来 可他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也晃晃悠悠地倒了下去 很快中学老师陈霞大战UFC拳王的消息 就在全港传开 媒体很快就拔出了他美国特种兵的身份 深入了解后 发现陈霞过去也是这所中学的学生 并且还是当年学校的空手道冠军 因为在校庆典礼上打架而被开除 可当时的校长并没有放弃他 反而举荐他去美国军校学习 这才有了今天的他 陈霞的英勇事迹 让他迅速成为全校师生心中的偶像 阿聪也被陈霞感动 再次回到了学校 他不放弃任何一位学生的态度 赢得了所有学生的尊重和爱戴 班上一改往日的风气 所有学生都积极踊跃 学习氛围前所未有的好 虽然教育局领导再次给校长下了通牒 如果今年升学率再不有所改善 那这所学校将会直接被叫停 但依照这个势头下去 学生们的成绩一定不会让校长失望 可惜好景不长 一个地产商看上了学校这块地 如果这里不能再今年关停 那他的投资计划就要打水漂了 于是地产商找上黑帮老大 要他摆平此事 显然黑帮老大已经有了主意 高考当天黑帮老大以陈霞的名义 将班里所有同学约到学校关了起来 如果他们不能按时参加考试 那这所学校无疑会被关停 小张跋扈的黑帮老大 对着学校的教学设施一阵破坏 关键时刻 陈霞及时赶到 陈霞凌空一脚 被踹飞的小弟直接将铁门砸开 他左右开弓 将冲上来的小弟们打得屁滚尿流 之后一把抢过小弟手中的铁锹 守在学生身前 学生们想起了热烈的欢呼 陈霞扔出铁锹摆好姿势 给学生们上了最后一课防身术 陈霞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 将小混混们打得人仰马翻 小混混们刚准备逃走 陈霞又抄起小叉子 给学生们生动上演了一场飞镖教程 学生们看得投入 甚至忘了今天是高考的日子 陈霞随即招呼学生们赶去考场 自己一人留下断后 而后一人追着对方几十名小混混 满学校乱窜 就在他刚追到教学楼拐角处 一个暗器突然砸了过来 原来黑帮老大早就等在了这里 陈霞左右闪躲 冲上去一拳就将黑帮老大打倒 没想到黑帮老大竟然咆哮了起来 原来这个黑帮老大 就是当年陈霞奏的那个学生 因为在校庆典礼上弹琴影响了陈霞睡觉 于是陈霞便对他大打出手 过程中不小心弄断了他的右手 钟爱弹琴的黑帮老大 逼不得已放弃了钢琴 走上了黑社会这条路 心怀愤恨的他 对这所学校也没有一丝好感 于是便想借助这次事件 让学校关门 以报陈霞当年的断手之仇 陈霞虽然心怀愧疚 但自然不会让他关停学校 两人缠斗在一起 陈霞虽然有意留守 但首先要阻止黑帮老大的计划 没想到黑帮老大突然掏出一把匕首 疯狂地刺向陈霞 陈霞终于不再留守 一把锁住黑老大的脖子 抢过匕首 之后用拳头狠狠砸向他的脸 挤拳下来 黑老大终于被制服在角落里 陈霞突然举起匕首 可他并没有刺向黑老大 而是刺向了自己的大腿 这一下算是还了当年断手的罪 其实陈霞一直对黑老大心怀愧疚 他知道自己欠黑老大一句对不起 黑老大听后也不知道 是为今天的事情感到后悔 还是为这些年荒废的时间感到懊恼 趴在教室里一阵乱跑 陈霞一蹶一拐地走出教室 背后响起了黑老大的声音 另一边学生们准时赶到考场 很快他们也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大学 因为你学生们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教育局终于改变态度 不仅不关停学校 甚至还增加了不款 这所中学也焕然一新 一间教室中又是迎来了一群新的亮仔 此时陈霞的声音再次响起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作为一部颇有教育意义的电影 真子丹所饰演的陈霞有几个地方是十分出彩的 武打场面当然不用多说 真子丹向来是以打戏出名 我们就来说说武打之外的话题 首先真子丹一出场 作为一名老师 他教育有方 可起初学生们佩服的竟然不是他出色的教学水平 而是他硬邦邦的拳头 令学生们折服的也不是陈霞的个人魅力 而是他出众的武力 一名老师不能以德服人 只能以暴力育人 这个开头无疑是充满讽刺意味的 直到后来陈霞走访每一位问题学生的家长 在深入了解每一位问题学生的症结之后 对症下药 不遗余力地帮助这些学生解开心结 甚至自掏腰包 用自己微薄的薪水帮助贫困学生 到这里陈霞的形象才慢慢高大起来 直到他冲进拳馆 单枪匹马将自己的学生救出 之后再配合他特种兵的身份爆出 陈霞的高大形象才跃然屏幕 可就是这样一个正面的形象 也有着不为人知的过去 回想起我们读中学时的时光 我们都曾被课班的教育制度 以班主任为首的校方 不明就里的家长 给活生生踩进深沟中 而最终能爬起来的则是寥寥无几 陈霞也是其中之一 他在年少时也是问题儿童 甚至还曾打断同学的手 彻底毁灭了同学的钢琴梦 导致他最终误入歧途 其实 影片最后陈霞和黑老大的搏斗 与其说是在保护学校 倒不如说是为自己赎罪 影片到最后 用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作为结束 但其实认真看就会发现 弹钢琴的黑老大 穿的依旧是古惑仔的花衬衫 高兴到几乎要跳起来的阿聪 拿给祖母看的却是房屋租换通知 这点无疑是极为讽刺的 黑老大虽然打开了心结 可他曾经被打断的右手 以及多年荒废的青春 已经无法让他继续弹钢琴 只能在家弹给自己听一听 对于阿聪来说 考上大学还没有换个房子租来的高兴 也许凭借他短短一年的努力 根本无法考上足以改变他命运的好大学 他毕业之后 也许依然要和祖母挤在出租屋中 依然要为柴米油盐奔布劳碌 陈霞豁出命去做的努力 根本无力改变这个残酷的现实 那么他改变的是什么 也只有学生们和黑老大的心态 改变了他们对生活和理想的态度 这也许就是影片想要揭示的意义 也许有人会说 这部电影无论是情节还是镜头都太过俗套 甚至有些地方很不现实 但我想说的是 一部电影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交出欲人 劝浪子回头 这些显然都太过高尚 我觉得一部电影如果有一个镜头移句台词 哪怕是一个瞬间 猝不及防地击中了你的内心 引起了你的共鸣 引发你的思考 那这部电影就是成功的 这部大师兄也许就像剧中的主角陈霞一样 他或许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甚至在遇到问题时没有选择报警 而是选择以斗殴的方法解决 不免会让人有些诟病 但打动我们的不正是他的奋不顾身吗 不正是他情急之下 做出不理智决定的那种真心吗 强烈建议家长带孩子一起去看看这部电影 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我们下期的提议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b